阿祖法听老者的话,接受康特的回家 两人坐在一起聊起来心事,敞开心扉正能量满满 老者一次次地帮助康特和阿祖法解决困难 很快他们就能在一起生活 大家好,欢迎来看阿吴的伊朗纪录片解说 姐姐阿姨们如果有什么想法都可以在评论区告诉阿吴 也请大家去阿吴的橱窗多多支持一下 我们接着上期视频继续往下讲 按照昨日的安排,老者今日踏上了前往阿祖法家的路途 他决心伸出援手,帮助他建造新居 老者心中充满了从情 不愿见到阿祖法孤身一人承担生活的艰辛 在他看来,哪怕是微小的帮助 也是对阿祖法莫大的支持 老者自己曾经历过风雨 如今却总是希望为他人提供庇护 这种情怀也深深影响了他的女儿 使他也成为了一个乐于助人 充满正义感的人 老者整理好必须的工具和材料 驾驶着他那辆不起眼的二手小轿车 踏上了旅程 虽然这辆车并非什么名贵品牌 但他陪伴老者经历了无数的旅途 见证了他的善行和努力 这一次,老者的目的地不是康特的家 而是阿祖法简朴的小屋 他将在那里开始他的新工程 为阿祖法建造一个更加稳固和舒适的家 老者心中始终怀着对未能找到康特的愧疚 因此他决心尽自己所能去帮助阿祖法 这不仅是为了阿祖法 也是对康特的一种补偿 在前往阿祖法家的路途中 他特意在一家小超市亭下 为阿祖法挑选了一些新鲜的水果和蔬菜 希望这些能为他的生活带来一些温暖或便利 车子行驶了大约20分钟后 老者和女儿顺利抵达了阿祖法的家 在享用了一些水果后 老者迅速投入到了建造新鲜的工作中 他深知阿祖法身体状况的特殊性 因此坚持不让他参与任何重体力劳动 而是让自己的女儿来协助完成 小凯撒看到老者辛勤工作的身影 也希望能尽自己的一份力 尽管他能做得不多 但他在旁边捡起石头递给老者 这样的小动作 却让老者感到了凯撒的善意和惯爱 老者的心中充满了温暖 他相信善良和爱是会代代相传的 阿祖法虽然不能参与重体力劳动 但他也没有闲着 他在旁边照看小孩 确保他们安全 同时也为老者提供必要的帮助 当老者将砖块铺好之后 阿祖法负责给他输送水泥 尽管老者坚持不让阿祖法做这些重活 但他依然坚持要尽自己的一份力 这样的场景充满了温馨和活力 让人不禁回想起 阿祖法离开康特家之前的日子 唯一的遗憾是康特的缺席 如果他能尽快回到阿祖法和孩子们的身边 那么这个家庭就能再次享受到 往日的幸福和欢乐 老者的行动不仅是对阿祖法的帮助 更是对康特的一种承诺 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能够让这个家庭重新团聚 找回失去的幸福 而凯撒的善举和阿祖法的坚持 也让人们看到了希望和爱的力量 老者原本打算让自己的女儿承担一些劳动 但阿祖法坚持要亲自参与 在协助老者完成水泥的输送工作后 阿祖法没有选择休息 而是立刻开始准备当天的餐食 他首先用清水 仔细清洗了用餐的盘子 然后开始为老者和女儿准备了几道简单的菜肴 由于阿祖法事先并不知道老者和女儿会来访 更未预料到他们会帮忙建造小屋 因此没有提前准备食材 只能临时凑合准备一些食物 尽管如此 阿祖法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现在他拥有了自己的土地 老者又在帮助他扩建小屋 他相信他和女儿的生活将会逐步改善 他不再担心会被人赶走 因为这片土地和即将建成的小屋都将属于他 至于老爷爷的儿子 虽然有人可能会担心他会再来捣乱 但实际上这种担忧是多余的 老爷爷的儿子目前因犯罪而身陷淋雨 老者也已有所了解 如果老爷爷的儿子胆敢再来骚扰阿祖法母女 一旦被老者发现 他将面临法律的严惩 在当地 拐卖儿童是一项极为严重的罪行 一旦被定罪 将面临长期监禁 阿祖法的坚持和老者的援助 不仅为他和女儿提供了物质上的帮助 更为他们的心灵带来了安宁 他们的生活正在逐渐步入正轨 而老者的善举和法律的保护 为他们的未来筑起了一道坚固的防线 老爷爷的儿子因为自己的贪婪和短视 最终陷入了困境 这正是所谓的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他不仅失去了原本可以得到的钱财 还面临着法律的制裁 与此同时 老者却以他的善良和大度 再次站出来帮助阿祖法 希望他能过上幸福的生活 老者甚至希望康特能成为自己的女婿 虽然康特心中只有阿祖法母女 但老者仍然愿意将他视如己出 这种胸怀让人敬佩 阿祖法在准备饭菜时 虽然条件有限 但他尽力想让老者感受到家的温暖 他将洗净的黄瓜和西红柿切成小块 搭配简单的大白饼 虽然简朴 却也充满了心意 他心中想要为老者准备一顿丰盛的烤鸡 但时间紧迫 距离最近的商店也有一段距离 他只能暂时放弃这个想法 在用餐时 大家围坐在地毯上 一边品尝着阿祖法准备的食物 一边讨论着如何尽快找到康特 尽管康特目前的生活条件艰苦 但他为了能早日与家人团聚 依然坚持不懈 有老者的帮助 相信康特很快也能迎来转机 餐后 老者和女儿以及小外孙准备离开 老者叮嘱阿祖法不要独自承担工地上的重活 等他来了再说 并承诺明天还会继续来帮忙建造 阿祖法抱着孩子 站在门廊上 目送着恩人离去 心中充满了感激 随着老者他们的离开 阿祖法也结束了一天的工作 他将餐具清洗干净后 便可以安心休息为明天的忙碌养精蓄锐 尽管生活还有许多不易 但有了老者的帮助和支持 阿祖法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他相信只要坚持 幸福的生活终将到来 视频最后 阿祖给宝宝姐姐阿姨们推荐一款蜂蜜 这是阿祖爷爷的蜂蜜 只需99元 就可以买到四斤蜂蜜 百分之百 视存天然的真蜂蜜 都是当天采集 当天高压压榨制成 原汁原味不添加任何杂志 阿祖的主页橱窗已经上架 喜欢的去看看吧 阿祖